您好 您好 来 王老师 您好 来 面朝大家 你这能站住吗 还是得坐呀 还可以 今天行吗 还行 是吧 这个亲爱的 我们刚刚看了你年轻时候的照片 当然现在也不老 但是真的 这太发福了吧 这也有点 你看 这真是 你还记得那个女的吗 那是你吗 是啊 是 那个时候的你 挺自由的哈 对 那个时候你多少斤呢 大概120 130斤吧 请问现在亲爱的 你的体重凉过吗 凉了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局势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专研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显着你更瘦 你更胖了 这个你丈夫说 现在你们俩这个 咱现在不说胖胖胖的事啊 好像小感情都没有以前好了 你觉得呢 那肯定不如以前好 每天都半嘴 能好吗 每天半嘴 那你觉得是你的愿意 还是他的原因啊 我的愿意多吧 你知道啊 都有 都有 呃 我们也去拍摄了一下 他们的生活中的样子啊 那么这位女士 到底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么胖呢 呃 说实话啊 我觉得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是大问题 因为你的生活已经彻底 我的生活已经彻底 那个影响到了 所以我们就拍摄了一下生活中 这位女士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很勤快的人吗 也不算是勤快的嘛 因为有好多事 我自己想做做不了 啊 这位先生你觉得你太太勤快吗 以前好 现在她就想做也做不了 嗯 以前她还是比较勤快的 对吗 那现在情况就是 呃 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接到刘女士的电话后 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 她位于山西省原平市的家中 李姐 您真是都就是出去吗 都出去 我都不充满 现在李女士因为身体的原因 几乎不会出门 唯一的室外活动 就是去离家不到300米的地方去买菜 这就是她全部的室外活动 我每天活动的范围就是离家这不远的三百 不到300米的一个小车市去买点菜 就这买菜就不远的这300米我都走不出去 我都指望着电动车骑着车出去 出去那个被人的眼光 它背后只是点点满 所以不愿意出去 我每天出去 出去的时间不到十分钟 有的时候甚至几天出去一趟 什么时候家里没菜了 没缺东西了 才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动车只能一个脚在踏板上 那个脚已经放不上去 我特别希望经过这次 大王小王能帮助我减肥 让我回到这场的生活 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我能出去逛逛街 接下孩子什么的 最主要是不要给孩子心里造成一个影响 这就是你的生活 现在三百米你走不过去是吗 走不出去 就是腰受不了是吗 走得太久的话 就腰疼那个喘不下气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胖的呀 最近那三年吧 特别的就是 越冬生少 然后自己待在家里越是胖 你特别爱吃东西吗 这几年因为太胖 比较注意 前几年的话都不太注意自己 这几年比较胖了 自己也注意着点 但是比较吃的话 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点吧 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啊 比正常人肯定要多点吧 你还是吃的多 那你不吃呢 你最近人一年多 我基本上 因为是这样啊 就是我老说这个肥胖的事吧 你真的不能让自己已经胖到了 不能再胖的时候才减肥 就可能真的是要控制咱们 比如说一个女士 我觉得二百斤真的是极限了 我经常说啊 我说我们得对自己有要求 我经常会对我自己有要求 王英老师也一定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就是我们对自己很严格 比如说我会觉得哎呀不能睡懒觉 比如说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好 那我就再喜欢吃我不能吃 就对自己有要求 你对自己要求高吗 你说先生 我感觉他没有要求 他要喜欢的东西你都不用说 他肯定要吃 他一说你说比方他喜欢吃的东西 你说这个不好 他有急速了你不要吃 他说每个东西都有添加剂了 别的东西了都不要吃了 就是这 你现在这个状态呢 其实你还真别说他怎么想 当然了我认为每个人我们遇到困难啊 夫妻嘛肯定应该是共度难关 可是你你站在他的角度想想 他在外面呢每天在拼命的工作 然后他回家之后呢 太太他多么希望是一个能帮上他忙的状态 你能理解他吗 能 所以我们说这个曾经拥有 就是这位男士呢 曾经拥有一个很漂亮 很苗条的这个妻子 然后呢 这位女士也曾经拥有过 青春年少 我觉得那身材也很好 但今天我们都不见了 其实我们都很痛苦 我认为这位男士的痛苦 我们也能理解 因为他从来没想到 我会和这么胖的一个人 天天在一起 那这位女士也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 离我们的要求越来越远啊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 可能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理由 或者说这个潜意识中 我们在帮助自己 比方说当你的菜咸的时候 那是本能 菜一咸你保证饭就多 吃了饭就合理了 太咸了 我在那一块就没有罪恶感 你知道吗 那同时呢 我觉得他这样 生活其实很少有乐趣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小伙子 我挺同情他的 不容易 所以很想用一些激烈的语言 就那语言很难听 就好像你连人类最起码的 爱美之心里都没有 这话很重 虽然没有骂人 没有这种侮辱的词 但这话是重话 对 我现在劝他 反正每次回家 劝他他都不听我 我要是跟他再说的多的话 他就跟我那个 两个人吵起来 希望你们能就帮帮我确认他 我现在起床都飞这儿 都得人拽我 你前回家起来吧 现在起床都飞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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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招床都飞这儿吗 好 好 啊 不是 你叫你脱一天 叫你脱一天 脱一口水点 啊 来来来 慢慢起 慢慢 慢慢 哎呀 哎呀 一会儿 去 现在这么胖 我也不能正常的干活啊 在外面干活 挺